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式 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学习了全概率公式 其中有这样一个例题 我们来回顾一下 说某小组有20名射手 其中 1 2 3 4级射手 分别是2名 6名 9名 3名 他们在比赛当中 射中目标的概率 分别是 点85 点64 点45 点32 那么现在呢 随机都要选一个人 代表该小组参加比赛 上一讲呢 我们来求的是这样一个事件的概率 就是说 求该小组在比赛当中 射中目标的概率 那我们计算完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把问题改成这样的 说已知该小组在比赛当中 射中目标 求该选手 是一级射手的概率多少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呢 相关的事件呢 我们已经表示出来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里 假定B是该小组在比赛当中 射中目标这件事儿 其中呢 AI表示选的选手是第i个基别 i从1到4 那我们通过分析知道 A1到A4满足划分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大家回顾一下 什么叫样本空间的划分 就是交是φ并是s 任何两个不能同时发生 所有可能我们都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样本空间的划分 那么上节呢 我们利用全概率公式 把事件B的概率表示出来了 而现在呢 问的是什么呢 已知事件B发生了 问A1的概率是多少 显然这里求的是条件概率 我们看一下 也就说是求的事件B发生条件下 A1的概率 我们利用条件概率的定义 我们就有分子是PA1B 分母呢是PB 那我们再运用全概率公式 把分母可以展开 分子呢 运用一下乘法公式也可以展开 所以我们得到相应的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看这时事件B发生条件下 A1的概率就可以求到了 而这正是今天要学习的叫 Bs公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定理 Bs公式呢 是要求这样的条件 A1到AN是样本空间的一个有限划分 也就说他们要满足两两互相容 Bs Bs的意思就是这N个事件至少发生一个 并且要求每一事件的概率都大于零 这时事件B发生条件下 AI的概率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类似刚才那样一个练习来表示 分母是PB 分子呢是PAIB 分母再把全概公式带进去 分子呢再利用乘法定理表示出来 那我们就得到相应的表示 那么这就是著名的Bs公式 那么在这里我想提醒同学们的是 Bs公式千万不要此记硬背 它可以借助条件概率的定义打开 然后再进入乘法公式和全概公式打开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应该说条件概率的定义 乘法公式全概公式 你是必须熟练的 那自然就有了Bs公式 那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说明 说这里呢 事件B可以看作某一过程的结果 A1到AN可以看作该过程的若干个原因 根据以往的历史资料 每一原因发生的概率已知 也就是PAK已知 而且呢 每一原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呢 也是已知的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条件概率是已知的 如果已经知道事件B发生了 这时候再问由DI个原因引起的概率是多少呢 其实就是条件概率 B条件下AI的概率 那么它就可以用Bs公式来表示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了 不论是全概率公式还是Bs公式 那其中央门空间的划分N 可以是有限划分 也可以是可列划分 那么在第一章里呢 我们没有合适的例题 我们会在第二章来介绍这样的定理的应用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艾滋病普查 我们知道 在体检当中 通常会抽血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检验艾滋病毒的某种抗体是否存在 那么这时呢 通常会有两种误诊情况 也就是说 它对某些真有病的人 却做出了没有病的诊断 也就是说 显示了假阴性 还有呢 也有可能对于 没有病的人误诊为有病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假阳性 我们这里假定 血液试验的灵敏度 也就是说 真有病 能检验出来呈阳性的概率是 95% 那换句话说 5% 艾滋病人 血液检验结果成了假阴性 犯错误了 那么这里呢 还有 不带病的人 不带病毒的人 99%的实验结果呢 会阴性 那也就是说 会有1%的可能犯错误 美国呀 是一个艾滋病 较为流行的国家之一 保守估计呢 大约1000人当中 就有一人受这种病的折磨 为了有效控制和减缓 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呢 几年以前呢 美国人啊 美国就有人提议什么呢 提议在 申请结婚登记的 新婚夫妇当中 进行艾滋病病毒的 血液检验 而这项计划呢 已经提出呢 就遭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对 他们认为呢 这是一项 既费钱又费力 收效又不大的计划 最终呢 此项计划呢 没有被通过 那么到底专家的意见 对不对呢 这项普查计划 该不该被执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定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了 而你又做了血液实验 并且呢 结果竟然是阳性的 问 真正有病的概率是多少呢 那我们相应 把相应的事件呢 给量化一下 这里呢 不妨设A表示被检验的人 是有病的 带有艾滋病病毒 而D呢 代表血液实验的结果呢 是呈阳性的 我们就可以把已知条件 那些数据呢 给表示出来 显然A条件下 有病的 检验出来呈阳性的概率 是0.95 而下面这个呢 就是没病条件下 检验出来 没病的概率是0.99 还有一个已知条件 就是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患病比例 在已知这样三个条件下呢 我们再来看 这句话是怎么表示的 也就是说 检验结果成了阳性 问真有病的概率是多少 显然也就说 谁发生了呢 D发生了 条件下 问A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D发生条件下 A的条件概率 利用条件概率的定义 它就可以展开成分母 PD分子呢 PDA 那么这里呢 我们同学要注意一点 A代表有病 A把自然代表的就是没病 那A A把是不是构成了样本空间的划分呢 它满足划分的两个条件 焦是φ 并是s 对吧 所以在这里分母 PD可以展开 用全概公式 而分子呢 我们用一下乘法公式 展开 这一回你会注意到 这里面的所有值 其实都是已知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代入 千分之一 乘0.95 后面这就是它的逆事件的概率 所以是0.999 乘上0.01 上面是0.001乘0.95 经过计算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数值 0.087 这什么意思 同学们想一下 也就说 假定100个人的血液检验结果 成了阳性 就是D发生了 这时 A代表有病 真有病的比例 或者说真有病的人 都不超过9人 是吧 即使100个人的血液成了养性了 真有病的人不超过9人 8.7% 那问题出在哪了呢 同学们想一下 是我们检验的灵敏度不高吗 那我们可以 假定给提升一下 把相应的灵敏度都给提升了 坏病比例呢 没有变 还是千分之一 这时我们依照这样的计算公式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多少呢 0.167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在检验当中 如果即使100个人的血液检验结果 成了养性 真有病的人不超过17人 是这个含义吧 那我们看 这个数据确实提升了 但是并不很明显 那么到底有问题出在哪 我们试图再改一下 我们灵敏度还回到最原先情形 只是把患病比例改成了 10% 0.1 也就是针对高危人群 那么这时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条件概率 就是说检验结果成养性 问真有病的概率是多少 答案出来是 0.913 怎么样 大大提升 非常大这个值 也就是说 这时候什么意思 如果在被检验的人当中 如果有100个人的血液成了阳性 那么几乎有91个人 怎么的 是真有病的 因此 我们说 这项普查的计划 在新婚夫妇当中 其实是 没多大意义的 是既 费钱又费力的事 可是在 高危人群当中 做普查 是非常有效的 我也就说 把有限的这样一个钱 用在刀刃上 对吧 针对这些高危人群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 希望同学们能回去体会 一个是 贝耶斯公式的用法 还有一个 就说这样那个问题怎么来解决 好 不是一拍脑子就可以了 我们要靠数据说话 好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练习 例二 说 带子里面有十个黑球 五个白球 现在呢 我靠 支一颗骰子 支出几点呢 我就从带子里面拿几个球 现在呢 发现我拿出来的全是白球 问 支出的是三点的概率多少 我们还是跟以前分析问题的方法一样 从问入手把相应的所有事件表达出来 这里我们看一下有几个事件 一个是 取出的球全是白球 还有呢 支出三点 这件事 但是我们知道 这颗骰子的所有可能是几点啊 一二 以至到六 所以我们把相应的事件都表示出来 B表示 取出的球全是白球 AI代表支出I点 I是一到六的 有同学会问了 你取的球全是白球 不可能六个白 这是正确的 因为最多五个白球 但是在表达AI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A6 为什么 只一颗骰子的所有可能 其实是一到六个点都可能的 那么这时 A1到A6一旦射出来 我们就要一起分析 它具不具备划分的特征呢 我们说当然是 它其中的任意两个不能同时发生 所有可能都在这 也说B是S 那么现在呢 是B已经发生条件下 问的A3的概率 我们写出这样一个问的表示 就是条件概率 显然这里就是BES公式 如果大家用到BES公式不熟 可以像前面那样分两步走 第一步把条件概率表示出来 上面是交的概率 下面是PB 然后PB再用全概公式 展开 分子再用乘法公式展开 这时我们看到 这个表示答式当中的每一项都是已知的了 那这里大家看一下 AI的概率多少啊 也就说支出I点的概率 显然六分之一 在支出I点条件下 B的概率多少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A1条件下 声明支的是I点 那拿出的球呢 当然也就拿一个 问全白概率多少 那显然这是我们之前讲的古典概性最简 最简单最典型的例题 应该是分母为C151 分子呢 C51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答案 AI的概率是六分之一 AI条件下 B的概率是多少呢 是15个理 拿出I个球 你知道I点条件下吗 那么白 拿的全是白 就是C5I 在这里面取的 那么在支出6点情况下呢 我们说不可能6个全白 所以这样一个条件概率怎么的 为0 经过计算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通过前面这样两道例题 让大家来体会什么呢 悲S公式的应用 那么在这里面 我还是想提醒大家 在解题过程当中 你可能不见得一下子就会用悲S公式 还是沿用以往的这样解题思路 先把问找出来 然后把相关的事件分析出来 再看看是不是找到划分 好 找到划分以后 悲S公式是什么 是在B条件下 已经这个结果发生了 问第1个原因引起的概率多大 这个才是悲S公式 那我们今天呢 要求大家掌握的呢 这一讲要求大家掌握的就是 熟练运用B条件公式求概率 在运用这个公式的时候 关键是找到样本空间的划分 作业是21页到29题 34题 好 这一讲就到这儿 下一讲再见 谢谢 谢谢 好